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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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批评局方高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前进 但他没有提到会否撤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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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美国被扣押期间 使休克脱水死亡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进入今天的晨早点评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邱振海先生早 早 我们看到自上周六凌晨 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机构 已经是被迫关门四天了 好 到现在为止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对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 不是第一次了 原因都是由于 在总统和国会之间 由于财政拨款 或者由于财政拨款 背后的一些具体的行政议题 谈不拢 但这次呢 谈得讲跟前几次有所不同 因为这次涉及到美墨边境 这么一个要不要造墙 那么这个事呢 后面的来源 当然无容置疑了 来自墨西哥的一些非法移民 所谓的一些非法移民 对美国形成的困扰 但问题是这解决的措施 就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 要不要建一堵墙 或者要不要造一个翻篱 来预以隔断 那这显然是这个前提 本身就是非常不妥当的一个事情 然后关键问题 在之前呢 这个钱呢 是这个用特朗普的话来说 要墨西哥来出 现在要美国的纳税人 自己来出 那是当然这个遇到了民主党 占绝大多数的 众议员里面的一个 很大的反对 这个问题呢 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所以跟以前奥巴马 或者跟以前里根时代的 这个部分的 美国政府联邦 联邦政府官媒有所不同 这个是涉及到 特朗普的做法 做派 以及这种做派背后的价值观 所以我估计民主党 不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妥协 和这个 和特朗普达成一个交易 当然这个 下面的问题是 如果不妥协 那怎么样 美国联邦政府不可能长期 这样无休无止的官媒下去 所以早晚总共要打成一个妥协的 但关键问题 我觉得这次是涉及到 根本的利益观 利益和价值观 以及价值观所折射的 那种对特朗普的不满 所以是一个极重的爆发点 那么最近几天 上次是圣诞节 完了以后 还有新年元旦 所以我想元旦过完之后 这个事总共要处理的 但处理的难度 我们不可低估 因为这里面 用特朗普自己的话来说 好像他认为 这个国会一定会相当妥协 但我认为国会 不会那么坏相当妥协 因为这里面的大前提错了 就是赵强本身 这个问题本身错了 更不要说钱要美国 美国纳税人来出 那么在大前提不成立 或者大前提已经发生错的情况下 你要孤立的去谈小前提 好像对美洲大人来说 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他们的理念 价值观 包括他们的行为做法上 恐怕不是那么快 那么容易就能接受的 所以未来几天 大概在元旦之前 这时候不可能解决 那么元旦之后 大概在1月份的第一周 或者头10天 总共要得到解决 但如何得到解决 我认为这是下一步 我们可以观察的焦点 好的 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现在不但是和参议院 就这个边境墙修建的问题 争持不下 导致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他其实和自己的管制团队 和政府班子的成员 也是有很多意见分歧的地方 而且他现在被外界评论 大有一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的架势 谁和我的意见不一样 我就要把谁换掉 现在政府成员距离他上台为止 已经换掉了很多很多了 最新一个被退休的 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据报马蒂斯是在叙利亚撤军问题上 和特朗普的意见不一致 那马蒂斯现在 在明年二月退休之后 到底谁会接替他 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到这幅漫画 就表现他的名字 就叫谁是下一任的国防部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候选人都有谁 那特朗普肯定要选跟自己 这个立场意见一致的候选人 好我们看一下这些候选人当中呢 有哈利波特当中的大反派弗地摩 这边呢是星球大战当中 大反派达弗威的 中间这两个呢 我和这个主编小姐姐 我们商量了很久 都不知道是谁 说实话我们不太看漫画 但这里两人一看哈 就也是坏人的架势 所以呢特朗普现在 你看要从四个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 大坏蛋挑出一个 成为他的下一任国防部长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叙利亚防空系统25号深夜 在首都大马士革以西拦截 并击落了多枚来袭的导弹 有报道说是以色列战机发动了空袭 网络视频可见 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来袭导弹 叙利亚媒体目前没有做出详细的报道 而黎巴嫩国营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战机以低空飞行 飞越黎巴嫩南部的领空 向大马士革以西发动空袭 据报针对三个目标 当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岛和伊朗部队的军火库 有报道说部署在蓄力边境的防空系统 发挥作用击落了部分导弹 这是美国总统上星期突然宣布 从叙利亚撤军之后 叙利亚首次遭遇空袭 暂时没有伤亡报告 好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那来关注到呢 其实美国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那种消息说呢 是美国和土耳其方面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 因为美国在叙利亚呢 是和这个库尔德武装联手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但是土耳其方面 视这个库尔德武装为眼中钉 认为它和境内的这个库尔德工人党 是有勾结 把它视为恐怖组织 但是因为碍于美方的原因 所以迟迟不敢向这个库尔德武装下手 我们看到这幅漫画当中 特朗普呢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端着一个盘子说 好这都是你的了 把这个盘子递给了阿尔多安 盘子里面是什么呢 是前脚还在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这个库尔德武装 而且他不但把库尔德武装拱锁献给了阿尔多安 旁边还放着一个大锤子 阿尔多安随时可以接过盘子 把锤子拿起来 把这上面的小人给砸掉 那阿尔多安呢是一副表面看起来有些恐慌 但是内心是酷好呀 没问题就让我来接手吧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伊朗外长扎利夫24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是他今年在伊朗外交部第二次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 扎利夫对伊朗很有信心 说六个月之后呢不会是伊朗找美国谈 而是美国着急要找伊朗谈 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台后 对伊朗取疑对态度 退出和协议 并从十月份开始 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对于当前美国的连续关系 查理夫说伊朗不怕是也不热 美国全面恢复制裁伊朗 但有八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后面 可以在六个月内继续向伊朗购买 但六个月之后伊朗该怎么办 这次查理夫说伊朗不会和美国谈谈 对于伊朗取疑 对于伊朗取疑 您的答案是否? 否则两国关系无法得到改善。 富华卫视李正坎木森,德海蓝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到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当地时间的25号中午在梵蒂冈发表圣诞文告。 他敦促人们不要将差异视为危险, 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要相互尊重。 他又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恢复对话。 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大祭堂的阳台上发表今年的圣诞文告, 广场上聚集了大批信众聆听。 教宗敦促人们不要将差异视为危险, 而是要当作丰富多样性的来源。 他呼吁冲突地区的各方进行和解, 并说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也要互相尊重并聆听彼此。 他还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恢复对话。 主动节的联系来词 教宗还敦促国际社会 为叙利亚问题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并说希望野门的停火协议 能给当地受苦的人们带来安慰 凤凰医师综合报道 印尼王伊丽莎白二世 25号发表圣诞文告 表示耶稣的和平愿景 永远不会过时 并祝福民众圣诞快乐 那当天英国王室成员 还到教堂出席了圣诞节礼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5号率王室成员 前往桑德林厄姆的 圣玛丽玛格达伦教堂 出席圣诞节礼拜 查尔斯王储 威廉王子夫妇 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等 都有出席 这也是梅根婚后 首次参加英国王室圣诞活动 教堂外就有许多民众等待 欢迎他们到来 礼拜结束后 女王走出教堂 乘车离开 其他往事成员离开前 也在教堂门口 与等待的民众打招呼 并握手交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当天还发表了圣诞文告 The Christmas story retains its appeal 英国女王在文告中还提到 皇室今年非常忙碌 因为举办了两场婚礼 包括哈里与梅根的大婚 小王子小公主陆续出生 还有王储查尔斯的70岁诞辰 都让他这个妈妈和祖母 过得非常充实 有女网友表示 希望各联邦国即使有分歧 都要记得尊重他人 始终是迈向更良好关系的第一步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圣诞佳节来临 不过呢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亲朋好友 一起共度佳节 不管是因为任务 战乱 还是被迫逃离家乡的民众 在这个节日里 都祈愿世界和平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美国跟北约驻阿富汗士兵 在驻军总部观看表演 欢度圣诞 他们随着音乐的节拍鼓掌 又向表演者欢呼 不少人头戴红色圣诞帽 增添节日气氛 这是国际驻军 在阿富汗度过的 第十七个圣诞节 有士兵表示 无法跟自己的孩子团聚 很遗憾 但不后悔保卫国家的决定 在西利亚东北部 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卡米实力 当地教会的信徒 当天前往教堂 参加圣诞弥萨 神父与职士点起蜡烛 围着火盆举行庆祝仪式 信众也举着蜡烛 齐声吟唱 有当地民众希望 参加圣诞弥营 能够恢复和平 一个德国非政府组织 近日在地中海救起 33名难民 这个组织在25号公布了一段录像 记录下获救的难民 在船上过节的景象 有父母看着孩子 用彩色铅笔画出乘坐的船只 也有难民苦中作乐 便朝大海唱起小曲 难民们盘腿坐在船上 吃着晚餐交谈 非政府组织人员 与难民的演唱 也博得振振喝彩 组织又发布声明 表示正在寻找停靠港口 他们已经联系了意大利 马尔他 西班牙 荷兰 与德国 希望这些国家 能接收船上的难民 后号为师 最后报道 泰国是佛教国家 但圣诞节在当地 仍然受到民众的欢迎 泰国旅游体育部部长说 泰国有微笑国度的称谕 非常愿意共同欢度 任何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的节日 泰国是全世界 最受欢迎的圣诞度假地之一 隆重且浓郁的节日气氛 时常让人忘记 自己其实正身处一个 近95%的国民 都信仰佛教的国度 仅仅是出于信仪游客 和制造商机的商业目的 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让泰国这样一个东方佛国 举国欢迎圣诞节呢 中文字幕提供 维拉萨还表示 泰国人对外来文化的高度接纳和包容 其实源自他们独立的民族性格 圣诞节并不是泰国的公众假期 忙碌一天的泰国人在下班后 立即开启了欢度圣诞的模式 而且这种欢快的气氛将一直延续到新年 维拉萨说 其实泰国人并不在乎过的是什么节 节日不过是他们释放快乐天气的由头 空荒市里源源 泰国曼谷报道 圣诞节是香港的公众假期 民众用不同的方式去庆祝 在香港新界 有团体举办了中西合璧的圣诞嘉年华 欢度圣诞同时还宣扬环保理念 一颗颗的圣诞树装饰别字 大人小朋友都忙着拍照打卡 不过仔细一看才发现 这些圣诞树与众不同 是由汽水罐 塑胶瓶 纸箱 水果包装等的环保素材制作而成 连赤纸筒也派上了用场 从来都没想过我们家里其实用很多的赤纸筒 其实这个赤纸筒我们怎么去 来到它原来是可以将它改头回眠 用一些我们自己的手工去制作 是可以造成一棵这么特别的圣诞树 每颗圣诞树高一至两米 是由近六十间学校组成不同队伍 参加环保圣诞树设计比赛的作品 一百棵圣诞树在大布林村这里 组成了香港最大环保圣诞树林 宣扬环保意识 圣诞树除了买回来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 反思我们可以用家 或者一些社会是觉得 不要的一些垃圾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环保性的资源 去到将它重新去recycle 做出来其实也都可以带出一个节日的气氛 也都不需要去买就已经做到很美的圣诞树了 圣诞树设计比赛是林村圣诞音乐嘉莲华的一部分 嘉莲华还室有手工艺品干货及游戏单位 圣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 至于圣诞大餐吃的是盆菜宴 约三千人一起品尝传统客家盆菜 不过圣诞是西方节日 为什么会吃富有香港围春特色的盆菜呢 我是想和大家很想分享一下圣诞节 但是我也都很想分享一下我们林村 原居民盆菜的文化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度过圣诞的时候 和可以享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围村的气氛 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圣诞节 比较特别的圣诞节 无论是吃盆菜还是圣诞大餐 在大慈大节最重要是一家人 一大群朋友能够聚在一起 干杯 风凰卫视陈水华香港报道 环冬圣诞的同时呢 非洲猪瘟的疫情仍然在笼罩 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来关注一下 国家农业及农村部呢 在昨天公布说广东 继珠海和广州之后 在惠州市也发现了非洲猪瘟的疫情 事发是在惠州伯罗县的一个养殖场 这个养殖场呢有90只猪 现在这些猪里面有11只已经死亡 11只正在发病 那当局呢是采取紧急措施 进行处理对这个养殖场的90只猪 以及是方圆3公里范围内 所有养殖场的1350只活猪 进行扑杀或者是无害化处理 那当局也特地强调说呢 这个养殖场并不是注册的 公港猪肉的养殖场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 那到底公港的猪肉 现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 现在没有注册的 这个公港猪肉的猪场呢 是有非洲猪瘟的疫情的 但是有18个猪场 因为靠近疫区 所以呢暂停公港 这18个猪场当中呢 有17个都位于广东 占广东公港猪肉场的 这个两成左右 那有业界分析就认为说呢 在香港本来圣诞假期期间 就是这个购买猪肉的淡季 所以预计暂时都不会出现 供不应求的情况 但是呢圣诞节假期之后 如果每天的公港的 活猪的数量在3000头以下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猪肉价格 会出现上涨 有业界人士预计 可能会上涨三成左右 好我们来关注到 除了中国之外 其实日本啊 非洲猪瘟的疫情 也在持续 日本的齐富县报告说呢 再出现了猪瘟的疫情 那日本中央政府是派出了 自卫队扑杀超过7500头活猪 是今年9月 齐富县汇报有 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扑杀这个活猪数量最多的一次 那另外呢 当局也是成立了危机控制小组 对事发地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 所有养殖场 三家养殖场 1800头活猪呢 是被禁止出货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印尼西部迅塌海峡的海啸 至今造成了429人遇难 大约1500人受伤 另外有154人失踪 超过16000人要撤离 当局承认缺乏海啸预警系统 是造成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 而在搜救工作期间呢 传出是再由海啸来袭 其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在重灾区万丹省板底兰区 数以百计的救援人员及民众 听闻海啸来袭的消息后 慌忙奔逃 有人开摩托车或汽车 有士兵背着妇女 拼命逃离岸边 有人甚至爬到当地最大的 一座清真寺楼顶 大约半小时后 海啸没有来临 民众才明白虚惊一场 经过日前大海啸的重创后 当地人都成为惊弓之鸟 另一处灾区当天也传出 海啸来袭的假警报 在万丹省及南邦省的重灾区 2000多名军警 搜据人员和志愿者 继续搜寻生还者 海军也加入搜索 并且在抓挖岛对开一些 偏远小岛 找到死难者遗体 当局因此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印尼抗灾署承认 由于这次海啸是由 喀拉喀多火山爆发间接引起 而当局缺乏海啸预警系统 没能在海啸来袭时发出警报 因而造成巨大伤亡 气象部门警告 目前火山警报仍然处于第二级 火山周围两公里范围 类为禁区 民众不得接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幅漫画 来关注到呢 这次的印尼海啸 印尼的这个海啸呢 是由火山爆发引起的 已经造成了1500人受伤 超过400人遇难 我们看到这幅漫画当中 有两个大巨人正在围攻着这个印尼人民 我们看到这边是火山 这边是海啸 而被夹击的印尼老百姓呢 在中间无助的哭泣 那在圣诞节期间 我们也是 我相信全世界呢 都会为印尼人民祈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一会儿见 各位早 欢迎当成2018年12月26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陈权 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特朗普25号和派驻海外的美军 举行事项会议 资料联邦政府部分提板问题 他强调为着国家安全着想 参议院必须要通过美墨之间 边境墙的经费 否则目前停摆将局将会持续 特朗普再批评美联储加息步伐过快 印尼西部的迅滩海峡海啸 至今造成了429人遇难 大约1500人受伤 另外154人失踪 超过16000人要撤离 在搜救期间 传出再有海啸来袭 其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在台湾 新任高秀市长韩国瑜 25号参加就职典礼之后 兑现竞选承诺 夜宿果蔬市场 吸引了大批支持者 市场内夜越深越热闹 不少粉丝涌入 甚至有粉丝自备帐篷和睡袋 在屋外彻夜陪伴 中国首条下川松花江的隧道 在攻克了顿购长距离 下川江底 以及严寒地区 泥水顿购冬季施工 等世界级难题之后 25号成功实现全线贯通 开创了中国隧道施工 首次下川松花江的先例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纪各 25号中午在范提纲 发表圣诞文告 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恢复对话 另外世界各地都在欢度圣诞 驻阿富汗美军观看了圣诞表演 叙利亚 喀米什利地区也举行了圣诞弥撒 好 我们来关注到台湾各县市长 已经是全部履新了 备受关注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 那相关新闻 我们请驻台北记者彭诗婷 来告诉大家 诗婷早 全全早 大家早安 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 25号参加就职典礼之后 兑现精选的承诺 夜宿果菜市场 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 市场内人潮满满不少粉丝 甚至自备帐篷和睡袋 在屋外彻夜陪伴 来看报道 刚抵达果树市场 已经在场等候多时的粉丝 就把韩国瑜层层围住 支持者高喊竞选口号 争相伸手穿过栏杆 希望能够握到新市长的手 韩国瑜还站上高处 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他还不忘跟现场的媒体 来场睡前谈话 有记者提到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捐助500万 给韩国瑜当盘颤 那他这个应该不算捐款 而是希望高雄市政府 运用他这500万 去买一些农产品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 捐赠到不同的单位 只是红海集团 用他的基金会表达 对高雄市的一份敬意 果树市场的老板 早已经帮韩国瑜 准备好了床铺 脱鞋和简单的洗漱用品 还有一冰箱的提升饮料 韩国瑜一看见床 顾不及待躺平 他的夫人还特意送来了袜子保暖 可以光屁股 但是一定要穿袜子 虽然韩国瑜已经旧庆 但市场却是夜月深又热闹 很多摊贩还在摆摊 甚至免费发放食物和发飞 大量粉丝涌入菜市场 跟韩国瑜一起过夜 现场水泄不通 韩国瑜上任第一天行程满档 傍晚时还去到市长办公室 受到了员工的热烈欢迎 门外花篮更是排满走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高等教育最高学府台湾大学 今年初进行校长领选 选出政治立场深蓝 曾经在马政府任内任官的管中敏 但是台湾教育部呢 是以领选过程有争议为由 拒绝管中敏上任 事情延宕近一年 现任的教育部长叶俊荣 24号免与同意管中敏人事案 引发绿营的不满 不到一天时间请辞获准 外界就解读只是遭到蔡政府把关 来看报道 勉强任免 免与同意管中敏教授 安任台大校长 台湾大学今年初进行校长领选 选出由政治立场深蓝 曾在马英九政府任官的管中敏 但教育部已当选资格有争议 暂缓核准聘任延宕近一年 历经两位教育部长都无法妥善解决争议 现任教长叶俊荣 24号突然宣布 同意管中敏接任台大校长 原以为事件终于定案 但蔡政府高层立刻反弹 指责叶俊荣不顾行政伦理 必须追究责任 25号傍晚宣布 教育部长叶俊荣请辞获准 很简要的说到是为了处理台大校长 林选他担起政治责任 交谈之后院长也即刻的在此程上 同样的写出免与同意四个字 拜托拜托不要拿教育来当场域 不要拿教育当战场 让教育维持该有的尊严 让教育发挥他应有的量能 叶俊荣已经是因管中敏案 下台的第三位台湾教育部长 在他请辞后 管中敏能否顺利就任台大校长 仍有变数 凤凰卫视卢冠飞陈文堂台北报道 台大校长原是案叶俊荣被火速拔关 蓝营就认为这个是蔡英文要清理战场 希望解决管案 但是行政院长赖清德要向独派示好 想要凝聚深律的势力 蔡英文 赖清德为了争2020过招 后续的效应呢 今天台北战也会带大家来掌握 好 接着我们来关注的是早报的消息 来看中国时报 在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 针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了观光签证辩解的措施 越南的民众呢 是可以透过观光局指定的旅行社 申请电子签证到台湾 这是台湾一间旅行社 这个月接待的越南团呢 全团团员共有153人 昨天却逃逸了152人 只剩下一名领队 引发哗然 也凸显蔡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 完全破功 好 另外呢 也是中国时报的消息 民进党地方选举惨败 各县市政府议长的选举 也是兵败如山倒 就连台南市政府议长的选举 席次最多的民进党也落得惨败收场 这证明民进党在放任派系恶斗 2020恐痛石江山 因为全台湾的政府议长选举 国民党集中囊刮了有19席的议长 执政的民进党只剩下一席 好 最后来关注的是 今天台北站的采访重点 朱立伦卸下新北市长职务 立刻表态要参选2020 有意挑战大位的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也计划要进行人事改组 希望带来新的气象 就被外界解读 有意为参选布局暖身 想外的消息台北站也会带大家来掌握 将信赏交款给陈陈 好的 谢谢师婷 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政府 对中国拘押在华的加拿大公民表达关切 在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 中方坚决拒绝和反对法国的有关表态 中方有关部门是依法拘留了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加拿大籍的公民 那么非 加方呢 他是因美方的要求 非法拘押了中国的企业的高管 这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呢 无论是加方还是你刚才说到的法方或者其他的他的一些所谓的盟友 能够尊重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权利 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法国的官员为什么要为加拿大籍的相关的事情来出面发生呢 觉得是非常很奇怪的事情 让人觉得我觉得对中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 那就是法国只关心加拿大人不关心中国人 中国首条夏川苏花江的隧道在克福严寒地区 泥水顿垢冬季施工等世界级难题之后呢 周二是成功实现了全线贯通 隧道为双线双洞隧道采用顿垢法施工 先后由两台泥水平衡顿垢机绝境 并一次性成功下川松花江1.2公里宽的主江 开创了中国隧道施工首次下川松花江的先例 施工期间需攻克顿垢长距离下川江底 严寒地区泥水顿垢冬季施工等世界级的隧道施工难题 面对零下25摄氏度的极寒建设条件和长距离复杂江底地区 相关单位积极开展科研公关优化顿垢选行 合理进行保暖成功实现了两台顿垢机安全穿越松花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到美国股市方面呢 在25号圣诞假期是休市到26号回复交易 平安夜的大跌事后对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备受关注 而欧洲股市呢也在假期休市 英法德三大市场25和26号连休两天 好我们来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来关注一下美国股市 在美国股市圣诞节前大跌之后呢 其实很多科网股都是受到影响的 比如曾经一度是世界上这个身价最高上市公司的苹果公司 股价就整体的这个市值是跌穿了7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呢是22个月来首次的出现 可以说是近两年来的首见 其实在美国股市步入熊市之际 不仅是苹果公司 整个科技巨头都有受到冲击 比如说Fang的组合啊 包括了Facebook 苹果 Amazon Netflix 以及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他们的股价都是出现了下跌 其中最受伤的是Facebook 脸书 它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三成了股价 而且最跌的最狠的时候呢 一度是下跌了43%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香港方面 那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呢 香港口岸是临近香港一个叫做东冲的一个市镇 那东冲呢是出现了这个人潮拥挤的情况 而在香港有一个团体 是一直就大鱼山东冲旅客接待能力 进行研究的可持续大雨办事处 这个团体呢 预计在明年年初 打算进行一下问卷调查 他们会采访一下这个东冲的居民 还有游客 以及是当地的商户 那希望呢 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参考 帮助他们了解 在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 对当地的一些影响 那么关注到这个团体呢 是预计说其实可以采取一些分流旅客的措施 比如说在东冲的一个弥勒山 这个地方呢 就有很多 就好几个点是可以建造观景台 来远远的观赏港珠澳大桥 气势磅礴的这个建筑 那同时呢 也可以跟一些游船公司来进行接洽 让旅客可以坐船 近距离的去观赏港珠澳大桥 那预计呢 这些措施都是可以帮助分流旅客的 好 我们再来关注到圣诞节 我们来看一个应景的新闻 其实从美国拉斯耶加斯再到芬兰呢 在北极圈内有五六个城镇 都说自己是这个圣诞老人的故乡 但是呢 这些地方呢 因为通常都是打出这个白色圣诞节 来吸引游客 但是受到气候变化 极端天气的侵扰呢 这些地方的这几个城镇的 这个旅游公司 旅游业 也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来吸引游客了 比如说在芬兰 今年夏天呢 是出现了酷热高温天气 导致今天冬天来的也是特别的晚 所以呢 可能大家想象中的这个 White Christmas 白色圣诞 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看到 所以当地旅游公司是推出 让大家去湖泊区 爬山行山这样的行程 那其实呢 就有这个 圣诞老人 就是当地扮演圣诞老人们的这些居民呢 就呼吁说 世人应该马上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一会儿见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我们把目光转在伊拉克 伊拉克北部城市泰勒阿费尔 25号发生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最少3死12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发动袭击 一辆专有爆炸装置的汽车 中午冲进室内一个繁忙的市场并被引爆 汽车着火焚烧并冒出大量黑烟 预期市场去年在战事中 还恢复营业 泰勒阿费尔位于摩斯尔以西大约80公里 这个城市人口曾经多达75万 但在2014年 当地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侵占 至2017年8月 伊拉克安全部队解放当地时 人口已经跌至20万 而这次是伊军去年收复当地之后 首次发生炸弹袭击 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 利比亚利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大楼 25号遭到了自杀式袭击 造成最少3死11人受伤 外交部长安全无恙 那当局相信的失袭者 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被袭击的外交部大楼 仍在冒出滚滚浓烟 即使在远处也清晰可见 当局出动多辆救护车 到场救治伤员 消防队员在用水枪 对大楼进行灭火 还有大量士兵在现场戒备 事发在早上 三名袭击者首先引爆汽车炸弹 损毁邻近车辆与建筑 随后与保安部队人员交火 其中两人成功闯进大楼 并引爆身上炸弹 另一人被警卫击毙 利比亚外交部随后谴责此次袭击 表示利比亚人民将代表世界 向恐怖主义宣战 自卡扎菲政权在2011年倒台后 利比亚局势陷入动荡 及武装派系势力割据局面 不少利比亚的重要机构 都遭遇过自杀式炸弹袭击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25号在克里姆林沟 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双方见面之后亲切握手 然后就两国双边关系展开讨论 普京表示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有大量投资 价值大约40亿美元 双方关系也非常多元化 包含了农业在内的多个行业 他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并希望两国关系不断加强 印度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 25号落成通车 总理莫迪出席剪彩仪式 莫迪和一众官员出席剪彩礼 然后乘车视察大桥 一路向沿途的民众挥手致意 莫迪指出大桥是印度工程技术的典范 这座位于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大桥 大约长4.9公里 造价大约8.74亿美元 横跨布拉玛普特拉河 是印度首座完全用钢材构建的大桥 能够抵受理是七级地震 还可以供坦克行驶 战机着陆 也是亚洲第二场的同类两用桥 大桥2002年开始动工 当时是已故前总理瓦杰帕伊执政 所以通车当天正是他的生计 越南国家足球队和朝鲜国家足球队 25号在河内进行了友谊赛 是1比1握手言和 那朝鲜队主教练金勇俊说呢 目标并不是要击败刚刚获得东盟锦标赛冠军的越南队 而是为打入亚洲杯四强热身备战 美停国家运动场一片红色海洋 近两万名越南球迷中 还有数十名穿着民族服的朝鲜队支持者 朝鲜驻越大使金明吉 也就是画面中戴眼镜的男士 也到场打气 开赛前先奏越朝两国国歌 这是自2016年以来 第二次越南和朝鲜举办足球友谊赛 此次比赛是两队在2019年亚洲杯前夕的备战赛 也是越南队韩基教练朴恒旭和朝鲜队主教练金勇俊的首次比拼 虽然外界将这场友谊赛戏称为韩超较量 但金勇俊赛前已表明 他关注的是战术而不是国籍 上半场携东盟锦标赛冠军之勇的越南队 天时地利人和 以功为主 多次威胁对方球门 朝鲜队加紧防御 两队均无剑术 在比赛第55分钟 越南队23号球员阮进0 接到队友传球 在离队方球门约11米处 起脚破门 领先1-0 路后的朝鲜队加强攻势 在中场前10分钟 将比分板平 并保持到最后 赛领越南队屡创加级的主教练朴恒旭 赛后表示非常满意赛果 他在回答本台 住院记者的提问时 更高度评价朝鲜队的表现 凤红卫视国防 阮世莱茵河内报道 好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天气情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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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